今天我们人都在外面 我们所有的小伙伴都来广东旅游了 所以这个视频就拍的比较简单 比较随便一点 我们今天的弯屏就着重的来分析一下 刚刚发布的新显卡 也就是NV的RTX2080和RTX2080Ti 在你们看到这一期视频的时候 我们手上还没有新卡的驱动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确切的性能 但是规格我们已经知道了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推测 首先2080可能会有点让你们失望 因为这个卡只有2944个扩大核心 频率是1515-1710 作为对比的话 上一代的1080Ti有3584个扩大核心 频率可以达到1480-1582 那么换算下来的话 实际性能应该没什么太大区别 毕竟还有神奇的驱动优化嘛 对吧 而在NV自己放的宣传图里 2080是比1080强了50% 也就是超过1080Ti的 如果真要这样的话 那图灵就牛逼了 但是毕竟是官方宣传数据 真实性还有待考证 而2080目前的价格 可是比1080Ti还要贵出800多的 如果只是买一个光线追踪的话 那就有点可笑了 只能说我们希望NV没吹牛逼吧 同样呢 2080Ti这次卖到了9999元 最便宜的非公版也要8000多吧 8900 差不多这个价格 这个已经是原来太坦的价格了 NV这次定价真的是有点过分的 不过你如果真的掏了起这1万块的话 那么2080Ti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4352个酷大核心 比2080多出了整整48% 可以说这两者的游戏性能差距 会非常显著 这一次的2080和2080Ti的性能差别是非常之大的 不出意外的话 2080Ti应该是能在游戏中 刚得过泰坦的力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 就是老黄一直在讲光线追踪 对吧 那么导致大多数人忽略了 20系卡的一个新的特性 就是DLSS 借助深度学习来做到高性能的抗拒齿 这次老黄给20系的高端显卡都配备了Tensor Core 深度学习性能会强不少 如果游戏需要用到抗拒齿的话 那么使用DLSS的20系卡相比传统抗拒齿的10系卡 可能也会有性能优势 那么到时候 孰强孰弱就不好说了 我们上个礼拜在弯屏里 已经仔细地说过光线追踪在游戏里的作用了 这里就不详细解释了 如果你希望玩到这样的游戏的话 那么RTX肯定是值得期待的 但是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根据几个首发RTX游戏的开发商的说法 目前的游戏还不会完全运用光线追踪 毕竟这样做太耗费性能了 虚幻引擎的开发商APX曾经表示过 至少需要25TFLOP的算力 就连2080Ti都离这个数值差了很远 所以RTX游戏的大光价还是使用光山化渲染 只不过借助光线追踪来改善一下阴影 还有反射的效果 就是我上礼拜说的真假结合 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还很难说RTX会不会真正的普及开来 也很难说厂商会不会认真地对待 毕竟从GTX到RTX虽然画面提升会很大 但是它又不太像DX10到DX11那种升级的性质 对吧 DX的换代就像一次全民狂欢 从最低端的GT430到高端的GTX480 HD 5870 当年他们全都能享受新的特性 而今天的RTX更像是一种对高端玩家的奖励 据我所知2060和以下的显卡应该是不会支持RTX的 如果主流玩家都缺少RTX所需要的性能 那么厂商又有什么动力去做那些额外的工作呢 所以说这东西我觉得短期内对玩家来说并不是必要的 但是从长期来看 我觉得RTX会给游戏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说我大胆的分析一下 肯定会出现新的游戏类型 提供一个沙盒 然后允许玩家自己去制作影片 对吧 去制作电影 有点像这个专业版高级版的GTA5的导演模式吧 对吧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自己去拍一些视频 喜欢去做Vlog 喜欢去做微电影 对吧 如果足不出户 就能进行非常自由的视频创作 那这样的导演工具 我猜是肯定会非常受欢迎的 再比如说互动电影可能会快速的崛起 成为新的主流的娱乐形式 尤其是当以后的PS和XBOX主机 也都开始支持光线追踪的时候 电影厂商肯定会开始大规模的 往互动电影的方向走 这个甚至是有可能会替代传统电影的 以后有芯片上映了 你就不会去电影院了 有可能就是逛逛PS商店 逛逛Steam 体验一下 专属于你一个人的互动电影 对吧 当然我这些脑洞都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 现在可能还有点太早了 对20系新卡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现在去京东预约一下 大概下个月20号左右就会全面的扑获了 至于我们的评测 现在已经开始做了 什么时候解禁了 那差不多你们也能看到了 这一次新卡有一个小变化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以前的公版卡是所有的第三方厂商一起帮忙卖的 你以前能买到这个华硕技嘉微星的公版1080Ti 对吧 但是现在2080Ti你就只能买到NV自己出来的 没有华硕的公版2080Ti 没有技嘉的公版2080Ti 只有英伟达的公版2080Ti 对吧 另一个变化就是公版的频率 这一次给的非常激进 NV给非公定的基准Boost是1710Mbps 而到公版这里飙到了1800Mbps了 这意味着公版不再是性能最低的那一款了 甚至于公版卡会比很多的非公卡还要强 此外用料和散热也非常激进 你可以看到这一次2080Ti的公版安排了13项核心供电 新的公版皮你们也看到了 虽然外观谈不上好看 但是散热能力我是绝对放心的 以上这些方面就传达出一个信息 就是现在的公版卡变成了真正的信仰卡 或者简单一点说就是好卡 所以对于有钱的主来说 妥妥的上公版没什么好犹豫的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掐预算的朋友的话 还是跟实习卡一样 挑最便宜的买就行了 因为还是那个道理 再入门的顶级卡用料上也绝对不会差的 值不值得买 这个是价格说了算的 你看现在27卡定价的这个尿性 我觉得老黄是不打算给老卡降多少价了 新卡和老卡可能不是一种替代关系 而是会共存一段时间 所以对于没有耐心的朋友来说 我觉得买实习卡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现在的实习卡差价落得很大 便宜的1080可能卖2700不到就能收到二手了 贵的可能要上到3000期 甚至4000都有可能 之所以有这种情况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之前的一些矿卡呀 翻新卡呀 或者是挖矿挖过的核心呀 用旧的核心呀 他们开始大量的流入这个市场了 其实这也不完全是件坏事 因为他们相当于把正规卡的价格也一起给拉下来了 但是我提醒大家收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甄别 如果逃二手的话 尽量找信得过的个人卖家去收 像淘宝上的一些 成P卖二手超低价1080 1070的商家 我就不建议考虑了 这个来路是存疑的 找靠谱的个人卖家的话 至少收到黑木耳卡的概率会相对低一点 至于A卡方面的话 给我的感觉就是现在的价格普遍有点偏高 最值得购买的A卡 现在还是VG56 3000左右的价格吧 对位1070Ti 而其他的卡我就觉得没什么竞争力了 像RX580的话 现在普遍卖到1900左右 并不是很划算 如果能够干到1500以下的话 我觉得会很不错 所以对于A范来说 你们可能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老黄这次说RTX是10年以来 GPU最重要的一次升级 可能有点夸大 但是我觉得也没说错 因为10年前的CUDA几乎重新发明了GPU 这才有了今天的深度学习 无人驾驶 但今天的RTX很可能也会改变我们每个人的娱乐方式 也许它不一定会成功的 但是现在的NV是处在绝对领先的位置上的 它有的是试错的资本的 与其每年提升一点性能easy一下 倒不如修改一下游戏规则 看一看能不能再改变世界一次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虽然并不完全看好RTX 但是对于NV做出改变的这种决心 我是非常支持的 当然我支持的只是技术 价格什么的 咱们还是期待一下AMD能够抓紧赶上来吧 或者可以考虑一下老卡 比如说极客湾数码港里搭载了1060的炫龙PPR 还有神舟Z7 再比如海拔搭载1050显卡机器 才卖3000多就能带回家了 这么高的性价比 赶紧来极客湾数码港选购吧 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也别忘了点赞 收藏 转发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极客湾官博 还有官方微信 极客湾 我们2990WX评测已经差不多剪完了 马上就能发布了 那么你们可能这期视频之后几个小时 或者一天 他差不多就能看到了 所以说我们就到时候再见了 拜拜 也别忘了关注我和飘哥的个人微博 我们的各种见解会定期分享给大家的